我们回答了9988 刚才提到腾讯的时候 他大股东 其实他每一次减持 之前那两次都是四字头 现在就比较低的水平 但没办法 他自己也有资金压力 就是要回购 其实去到阿里巴巴都有这样的情况 譬如说孙静怡也会有资金压力 你觉得阿里巴巴出现腾讯 这个情况的机会大不大 未来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股压力 暂时去看的时候 我相信如果阿里巴巴的股价 不是上130元以上 那个减持的诱因 其实都是比较弱一些 还有其实以估值上 简单如果以视像率来看的话 现在大概是2.1倍 那个视像率 但是腾讯如果我们再看的时候 它已经是3.6倍以上 明显地阿里巴巴的股价是低一段 所以现时的状况 我相信仍然是有一个上升空间 所以如果不是在130元以上 我自己觉得不需要担心有一些大股东减持的压力 如果从一个中长线的投资来考虑 似乎近期一些的国策方面 都是偏向对阿里巴巴稍为利好一些 可能在那个规管方面 可以冲敬一个稍为放宽的状况 也对于马集团来说 似乎有一个新的出路 这些对阿里巴巴的前景方面 都是偏向上利好 所以如果你说现价去买入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一下 至于你说谈慎一点的投资者 看看有没有机会稍为低一点 在110元以下就会保处一个吸纳 不好